最后让我们看看公司近期都有哪些公司公告呢 首先是关于国内相关的公告 就在本月25日 爱多美中国公司举办了2021年首届领导人俱乐部会议 会议期间带领领导人俱乐部成员参观了 爱多美烟台总部梦想大楼及爱多美科马保健食品工厂 在本次会议中加强了公司与领导人间的交流 愿为2021年打造爱多美健康市场助力 在2月24日 爱多美正式与阿里云签订合作协议 与爱多美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爱多美商城2.0是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通过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 为商城2.0提供安全可靠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 同时将爱多美产品销售物流服务品牌等 十一大要素相互联通到一起 组成全新的独立韩国运营的爱多美商城 为我们爱多美会员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该系统预计将在今年9月份与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